在今日宪政总咨询议程中 先议员舒玉成针对南投县垃圾问题提出建言 舒议员表示垃圾问题是时代的工业 因此垃圾问题应该从教育做起 从校园推广到家庭 也希望县府教育处能够提出有效的校园教育做法 让垃圾减量能够从校园推积至每一个家庭 面对垃圾问题我想冰冻三尺非日之寒 垃圾问题是时代的工业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从根本做起 从校园推导到家园以至于社会 如果我们有这个的认同 请问王处长在教育的方针和策略上 是否有创新的做法 可以导入亲子教育 进而影响社会达到垃圾简化的成像 县议员陈玉琳表示 南投县目前面临垃圾问题 因此希望县府相关单位能够好好的来解决 尤其竹山站到掩埋场目前已经堆积如山 每天还有24吨的垃圾进入 希望针对垃圾的问题 环保局应该要好好的来面对解决 整个月期这样听下去 南投县现在最头痛的问题 应该就是真的就是本色的问题 但是虽然很头痛 但是要怎么改决 我相信我们也是要让南投县民一个交代 不要让南投县变成一个本色馆 竹山啊 我们竹山的站字掩埋场的容量 到底还能够撑多久 我在上个月月底的时候有去 其实它已经跟围墙一样高了 因为你现在都没在庆埋 你都没在 你都没在 它就一直打一打 它每一天是增加24吨 在今日宪政总咨询的议程中 针对南投县垃圾问题 县员舒玉成以及陈玉林 分别提出建言 希望县府各相关单位检讨改善 保障宪民的权益 记者存为一 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